大家好 我是阿美 是的 我們之前介紹了很多 台北的平價美食 吃到飽 而今天終於回到了我的高雄 我的主場 一樣也要介紹一些平價美食給大家 我接下來介紹這一家 它是景林的學區 而且它在學生族群當中 可以說是一間屹立不搖的店 連上班族也都很喜歡 那既然可以在這個競爭區 在這個學區屹立不搖這麼多年 一定有它很厲害的地方 接下來還有多厲害呢 我就要帶你們去吃看看啦 走 回來 忘了 還有一件事 忘了跟大家說 就是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請別忘了訂閱 按讚 打開小鈴鐺 把你的影片分享出去 當然如果你還想看我們去吃 怎麼評價美食的話呢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好 接下來我們要出發了 GO 好咧 走著走著很快就到了 這家呢就是我要來推薦給各位的 它就是第一名火烤兩吃 它在高雄呢一個有七家分店 我少說呢才點過了五家 但是我個人呢最最喜歡的是這一家 正宗店 當然呢高雄那麼大嘛 你們可以上網去Google一下 哪一間呢是離你們最近的 而且正宗店呢 其實很貼心的是呢 它從中午就開賣囉 所以呢走 我們吃飯去 GO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家店呢 英國你知道 它有雞屁股 有些店家沒有 但他們家呢這可以說是常備菜色 所以他們家屁股呢 我每次來幾乎都會有 然後他們這蚵仔糕也是超級的好吃 他們的豬肝很新鮮 未來也是必夾 然後不管是什麼海鮮料啦 火鍋的肉啦 甚至牛小排也都有 然後海鮮的部分呢 連魚下巴還有呢魚肉 還有腸子魷魚 然後火鍋料更不用說 火鍋料你想得到的呢 他們幾乎都有常備菜色 丸子類的也好 蛋餃青菜類的也是會有 那羅宋你有點餓的話呢 想要先來點開胃菜 他們家還有這個 然後旁邊呢還有一個焗烤類的 對你沒看錯 他們就是有培根焗烤 你在旁邊呢還有烤箱 讓你自己去用 但是別忘了要記得回去拿喔 現在冬天呢 還有也都有給你 再來他們家的飯後水果 你看看 有香蕉 有芭樂 有番茄 有柳丁 很多種吧 而且全部都包含在吃到包裡面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布丁 他們布丁呢會有 草莓 雞蛋 巧克力 起碼呢都會有三種口味 是常備菜色 你說這邊叫我怎麼能夠不愛它呢 更精采的是除了這裡之外 像我這種等不及的呢 跟你說旁邊也很精采 一般來說呢 有被白飯去正常發揮吧 但他們家有什麼 他們家有炒飯呢 已經被挖走了 而且我的蛋已經被驚恐了 對 因為老闆人家有礦 我就對請看畫面 白飯配什麼呢 來 你看 這鍋它可不單純只是肉燥 它 有對 還有豆腐 這樣有強嗎 很強了吧 真的是第一名 如果像我這種無辣不歡的話 我跟你說 他們家還有這個 是 他們家還有這種 傳統式的 這個很棒 然後呢 這個我都會把它放在旁邊 快要冷掉了 就是退了之後呢 當冰沙喝 他們除了那麼之外呢 還有這種的 他們也有 或者是你喜歡那種餅乾 配雙麒麟的話 這邊也有 可以你自己取用 光年甜筒呢 它還備給你兩種口味 甜筒的口味也有不同 這樣老闆已經很貼心了吧 有沒有 也可以 還有兩種餅乾的那種本體 我覺得很優秀 再來 紅茶 算是比較普通一點點的飲料 他們家除了紅茶之外呢 還給你流氓愛玉 而且裡面的愛玉 加冰沙 這根本就是亞奇亞的等級啊 大燙蟲 對 大腳燙這種的 有沒有棒棒 所以這一家 你看整個吃下來 一個人三百塊有 好像有加一層 一個人也才三百三 你整個吃下來也不到四百塊啊 這個我怎麼可以不推呢對不對 你吃多少吃 我起碼來了十次以上 真的耶 口袋名單都掏出來了 所以大家真的來高雄吃宵夜的話呢 這家首選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入座 然後準備取餐 老闆有請 謝謝 嗨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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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妳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 我們的宵夜方式是 單人單鍋的話是三百三 兩位以上公公 我每人是以三百塊計費 用餐是兩個鐘頭 蜘蛛是吃到飽 兩人以上公公是每位三百塊計費 不含服務費了嗎 不加任的費用 用餐兩個 要一層耶 用餐兩個鐘頭 是 那兩個人才會比較划算啊 對… 高雄 萬歲 耶 耶 七家分店我拆店了好幾家 我會選這邊 因為這邊的整潔度真的很棒 就你今天我們今天來這邊 看到那個玻璃啊 服飾說我們今天來拍攝 才差那麼亮 是每次來都這麼亮 用餐環境也整潔明亮 而且很乾淨 然後再來 裡面的美拍店 就後面那個服飾會有沒有 如果還有一個鳥居 我這邊真的是 所有的店家裡面 我最推薦的就是 正宗店這一家了 感謝… 我絕對不是因為想要以後 都吃免單才這麼 好 感謝 謝謝 好 謝謝老闆 謝謝 謝謝… 那今天呢 我加上我們的小編家攝影師 也跟我三人用餐 真的會有三個盤子可以取餐 好 一樣呢 口罩戴好 我們就夾菜去 來這邊 一樣 就是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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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醃得很入味耶 這個色澤 在裡面我都會先拌個兩下 然後混成的那個醬汁 然後他們家這個雞肉啊 也很嫩 這個都是醃過的 然後呢 再來一定要吃他們家的蚵仔羹 這個大家一定要吃 這是我推薦的 很好吃 真的 再來呢 來 請把畫面帶到下面來 他們家這個豬肝 很新鮮 這我也是一來 我都會先專攻 我的第一盤 基本盤都這樣 好 然後這邊之後呢 我會跳到旁邊去 因為現在旁邊有人 所以我們正往旁邊去一點 去讓客人取餐 然後再來他們家呢 丸子類 如果你喜歡吃丸子類的話呢 這邊其實種類很多 但是我想要先來點開胃小點 所以然後旁邊這個 五味魚皮 這可以直接吃 好 第一盤滿了 我們先放回去做胃腸 好滿足啊 好 來這個時刻呢 我已經在熱鍋了 在熱鍋的時候呢 咱們也不能夠鹹著 因為呢 唯有五味魚皮 還有餐包跟炒飯 我們呢 先來吃前面雞腰一下 因為真的好餓 首先呢 就是我這個期待已久的 哇阿娘威亞炒飯 然後呢 你看這個 極度黃色的蛋液 都滴在了炒飯上面 品上太好吃 然後接下來那個爆漿餐包 這個呢 真的就有在賣啊 老闆就是那個早餐選擇 這個真的想買的話 可以跟老闆買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爆漿 有有有有有有有 因為這個餐包呢 像是老闆他們不介意的 在這邊烤 但是呢 我都會從那個烤箱拿回來之後啊 我個人愛吃油的東西嘛 我把餐包放在上面呢 再試一下它的那個雞汁 然後呢 底部再煎得一點脆脆的 就喔喔喔喔喔喔 好好吃喔 一邊整一邊來煮東西 這個菜是乾杯 所以大家請自己扒喔 好 接下來呢 來 烤我的重頭戲 給它撐 這樣呢 它的五味魚皮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果然是很Q 真的 頭跳跳 好酥喔 嗯 會扔掉 你不要看著鵝啊 可能現在看起來是有一點點醜醜的啦 但它烤好之後真的很好吃 給它一點時間 它現在只是賣相不好看 我跟妳說我一個人說 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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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公信力 我烤完之後呢 請我們攝影跟小輩一起吃 他們的時候 他們講比較有公信力好不好 不要把鍋丟掉 趁它油脂震多的時候 我們用那個油脂來烤豬肝 這樣就不會掉亮啊 好噴喔 豬肝下 喔 其實Q起來 不知道大家要去吃烤肉 會不會這樣這麼做啦 因為像這麼噴油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都會像這樣子 先拿衛生紙 旁邊的油稍微吸一下 為了保護我個人的人身安全 因為它真的會很會噴 好 接下來我們來吃橘草 哇塞 沒有辦法看雞 但是熱騰騰的 大魚肉 培根 再來一點三色豆 有些烤好了 我先夾起來放旁邊 它夾要焦焦的 脆脆的 差不多這就可以了 這可以了 你看你們一... 有點黑這個我吃 這兩個你們當然一定要吃一下 你就知道為什麼每次都要吃它了 第一盤 好的蛋椒好了火鍋好了 青菜也好了 好 接下來呢 在我們放涼的時候呢 我們現在下第二回合 我跟妳說鵝阿根妳們要來一下 快點 好 好 有沒有 完美吧 跟人家分享一下鵝阿根如何 我自己覺得真的好好吃耶 鵝阿本能在哪 整體 但不是它裡面那個蔥的香氣 跟油網的香氣 滿好吃的 然後裡面那個魚薑是嫩嫩的 然後裡面那個魚薑是嫩嫩的 然後我們可以來做個創意料理一下 這種做完蝦子之後 我覺得我的廚藝信心大增耶 我們來炒那個培根 杏鮑菇也可以再來一下 接下來呢這個環節呢 因為呢基本上呢 我們烤肉的料都是這樣烤來吃對不對 對 但是呢這邊呢又有辣椒 然後呢又有鹽 又有高扇塔又有洋蔥 這次要幹嘛呢 我們自己呢來那個創意新吃法 跟大家呢一起來分享一下 走 接下來呢我想要來用三種食材 我們取雷阿裡面的高扇塔 還有杏鮑菇上面的高扇塔 然後呢我們再來一點培根 然後喔 還有洋蔥 適量適量 然後呢 喔 還有這個 魷魚 然後高扇塔 對 這邊還有 高扇塔 對 這邊還有 對 這邊還有 高扇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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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真的很優秀 高扇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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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調味一下了 這邊呢很多東西 譬如說 辣椒 又有蔥 但我們一樣適量喔 不要說因為是巴費 就給它弄太多 佐亮佐亮 在那邊 蔥 好的 好 好嘞 接下來呢 烤紙是要自己拿的 在這邊 它就是烤紙 它不是馬桶便座 有點像 接下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如何換烤紙 顯得就是把它撕開來 這個moment非常高溫 大家一定要小心操作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進行的 是我們的 呦呼 我們分區烤才不會味道 怎麼會 來囉 開張囉 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火鍋回來囉 有沒有發現食材會掉進去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要浪費食物 還是放回來好了 這邊就是喔 你愛怎麼吃就怎麼吃 想要跟大家說 這樣烤肉店呢 這種資助是吃到飽的店裡 除了一般單炒食材之外呢 它這邊香料這麼的多 你可以自己搭配 用你自己喜歡的吃法 就不是單一的 只是吃烤肉 但是這麼便宜的店家呢 我們今天推給大家呢 我的口袋名單 當然不是希望大家來這邊 暴飲暴食之後浪費食材 我們還是要吃多少拿多少 慕丁 很好吃 好好吃 單純慕丁 很簡單很單純的味道 可是冰冰涼涼的就好好吃喔 好了 我們今天介紹這一間呢 正宗第一名啊 真的是我平常 就好喜歡來的一家店 那也真的提醒大家 因為那家店的孫子 說真的收費真的好便宜喔 你只要兩個人來 他就是300塊 而且呢 兩個小時讓你吃到飽 也不會再著收一成的服務費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 來這邊用餐的時候呢 一定要酌量的取餐 愛惜食物 然後一起呢 讓那麼有心的店家 跟那麼好的店家 可以維持下去 要珍惜啊 要珍惜 要不然以後我怕就沒有 後就沒有300塊這個價格了 當然啦 如果你有來過的話呢 你喜歡吃什麼呢 也歡迎跟我們留言分享一下 或是你還有知道 哪裡有什麼評價美食 想要我們去開箱的話呢 你可以留言跟我們分享 我們有機會呢 我們就要去吃看看 那我們就要下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